好那我請教明杰 事實上這一個媒體在去追 發現中國的間諜氣球 現在至少在地球上的五大洲 而且飛來飛去到處飛 對這一個美國媒體 這次發現中國這個間諜氣球 入侵美國的領空這個事件 那進一步當然去追蹤 發現說其實類似這樣的一個 間諜高空氣球 已經早就成為一個 飛遍五大洲的空中艦隊 那當然我們先談一下 過去一些案例 包含像這一次美國 其實華府也有官員出來 透露說不是第一次 那過去是不是因為沒有飛越 這個美軍的核武基地 所以沒有曝光 或這一次是意外曝光 那不得而知 當然中間的一個決策 那考量到政治敏感度 但是這不是第一次飛越美國本土 那當然還有其他 連拉丁美洲 其實這幾天還發現 似乎也有第二顆第三顆 在這個其他的一個區域 也同樣在進行高空的 一個飛越或偵查的行為 那當然這個台灣過去來講 其實去年我們發現 二月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台灣的國防部 罕見證實說 這個解放軍的導彈旅 釋放高空氣球至少有試破 這是公開的資訊 那也有七項專家發現說 其實去年 三月的時候 松山基地 台北松山基地上空 似乎也有發現 類似的這個高空氣球 那還有包含像日本 同樣也有類似的案例出現 甚至遠到印度南亞 都有這樣的一個 中國間諜氣球飛越的 這樣的一個潛力喔 那當然為什麼中國 平平用這樣的 所謂高空氣球 在對所有全球的區域 在進行所謂的這個 偵查也好 或軍事任務 主要它有幾個優點喔 那現在大家都說 已經有高空的衛星 不管是低軌喔 各方面的衛星 它上面配備的 不管是這個徵照的設備 應該都能夠清楚拍到 包含像它這個中國衛星 如果飛越美國本土的時候 這些核武基地 不是應該都能夠 這個獲得它相關的情質嗎 為什麼還用高空氣球 那這一次 我們研判 因為高空氣球 基本上它第一個 成本低 雖然是它的優點 不過這一次 這麼大的一個氣球 帶這麼多裝備喔 其實我都不認為喔 美軍用這一枚 AM-9X 那一枚38萬美元 去打它喔 這個很浪費 因為其實這樣的高空氣球 其實造價 我相信也不費 因為它不同於傳統的那種 所謂比較低空的一般比較廉價的 這種所謂的 探空氣球 那等於說這一次 用這樣的方式 我認為解放軍背後 絕對有它的軍事目的喔 因為它一般來講 飛在這個30到50公里的 這樣的一個平流程喔 那這一次比較罕見 它確實我認為喔 它不是像中國外交部講說喔 它是因為這個不可抗力因素喔 那偏離航道 它一定是順著它航道 但是它的高度意外降低 從可能6.5萬英尺降低到 在蒙大拿州 只有4.5萬英尺喔 可能確實內部有一些機械是故障的喔 才會發生它降低高度 被發現這樣的狀況 那當然它最大優點 就是我們先前面也談到說 因為這樣的一個 橡膠或乳膠材質喔 基本上它們不是金屬製成 所以它的雷達反射波比較弱 這個防空雷達可能不容易發現 那高度非常高 另外同時它可以彌補 衛星滯空時間不夠長的 這樣的一個優點 那同時喔 我認為更可疑的是說 飛行這樣的高度 基本上喔 在探測確實除了有可能作為衛星通訊連結 或者是對地面進行所謂的電徵徵照之外 其實它有可能確實也在蒐集所謂的大氣資料 蒐集這些大氣資料要做什麼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平流程 基本上來講喔 如果是30到50公里的高度 這裡的一個不管是氣流風向溫濕度來講 它其實會非常對某些武器裝備的性能會有所影響 譬如說如果是洲際彈道飛彈 它未來這一個如果真的是朝向美國發射 要攻擊美國本土的狀況之下 這一個進入大氣層指向目標這過程中 可能都會經過這些空城喔 所以這些空城的它的大氣的一個變化 可能對這些導彈的精準度都會有所影響 第二個更重要是說 為什麼中國頻頻用這種所謂的高空 等於說偵察氣球 那主要也是可能在因應它發展高穿速武器 因為高穿速武器中間一個 東風17這一類的屬於HGV 等於說這一個滑翔體 它是從這一個有火箭先攜帶到60公里的高空 再釋放這個滑翔彈頭 所以它的攻擊路徑基本上就會經過平流程 所以透過這種的高空間諜氣球 再收集大氣資訊 我認為背後也在支撐它這個高穿速武器的研發 那今天出現在美國本土 其實背後我覺得美國軍方一定有考慮到 這是不是解放軍確實已經有攻擊美國本土的準備意圖或計畫 所以這個部分絕對非常敏感 這不是只有踩到美國國安的紅線 而是踩到美國國安的底線 所以為什麼美國 當然華府拜登一開始處置作為遭到外界的踏伐 那最後當然也是被迫 不過必須要用F-22戰機來擊落它 當然這中間一個是國安考量 當然還有包含像社會這個名義反中 這個考量也非常重要 那當然類似的這種 不管是高空的這種偵查氣球也好 甚至發展到高空的這個飛船 過去其實從很早以前很多的戰爭 其實就已經有這樣的運用 當然外界認為說這是一個不對稱作戰的一個有利利器 那包含像一戰的時候 這個曾經德國用這樣的一個高空氣球來進行偵查 所以這次F-22出動的時候 我們剛剛其實畫面有看到 為什麼他的飛行員呼號有兩架出動 中間叫Flank一號跟二號 這Flank其實基本上就是一戰的時候 美軍的王牌飛行員Flank-Luke 這個Luke其實基本上就是陸克基地 台灣派F-16戰機去美國受訓的 這個非常著名的陸克基地 也是以他來命名 那他在一戰的時候曾經駕駛 這個戰機等於說直接就曾經有打破了 擊落14枚 等於說德國氣球這樣的一個潛力 所以這一次等於用F-22戰機發射 AIM-9X強尾射飛彈 把中國建立氣球擊落也是在向他致敬 當然就是做給全世界 跟做給中國和美國內部看 那當然現在一路下來 包含像剛才談過二戰的時候 曾經用這種日本用高空氣球 攜帶所謂的這個炸彈 那像想辦法要去襲擊美國本土 但當然他的精準度不高 能夠成功跨越 這個太平洋機會也不大 不過到現在還有非常類似的做法 其實去年我們看到 這個加薩走廊哈馬斯組織 到現在都還在用這個 所謂高空氣球攜帶炸彈 去襲擊以色列 都還有類似的做法 當你的軍事的戰力比較薄弱 確實有可能採取這種不對稱手段 那當然還有包含像 現在各國都在研發 所謂的高空飛船 或高空的氣球 他主要目的像美軍現在最新的 為了因應中國高穿速飛彈的威脅 所以他也在研發 用這種所謂的 高空飛船 攜帶可能 RSA 這種向外陣列雷達 那不過他相較於中國 這種所謂的高空氣球 或飛船來講 他不一樣 他是屬於固定跟系流 在一個空域 就在空中固定 用防衛防空手段所用 把這個雷達直接帶到高空 可以去偵查更微小 包含像無人機 或飛彈來襲的目標 這是現代的一個運用 不過這一次我們看到 這個中國間諜氣球 入侵美國領空 這個最後被擊落 其實絕對讓中國臉上無光 第一個這個是等於說如同現行犯 直接被火逮 火逮之後 直接現場把它消滅掉 所以這一個在意象上面來講 傳達背後的一個 政治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後座力 其實非常的強大 那當然中國外交部 其實如同他一開始 他原本設計 早就好的劇本 就是說用這種高空的一個氣球 如果今天被逮到被發現 本來他是不容易被發現 那萬一被逮到 他馬上出來講說這是民用 果不其然 你看中國外交部講說 他就是民用 氣象研究所用 這一次只是因為不可抗烈因素 才偏離航道 但是其實美軍 官員一口咬定 絕對就是軍事用途 那既然是民用 更奇怪的是 中國外交部 為什麼也要出來回應 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干你中國國防部什麼事 那中國國防部還出來反批說 美軍把這氣球擊落是反應過度 甚至講到說 要保留必要手段處置 其實外界就要好奇 等著看你中國怎麼出手 你能夠怎麼處置 那當然對於這樣的一個 中國間諜氣球 這入侵美國領空來講 對美國民眾 這絕對就是 親門踏戶的一個舉動 所以這當然激起了 整個不管是 美國社會全面的 反中的情緒 當然華府政壇朝野 也必須順著 這樣的一個名義去反應 所以在這種壓力之下 其實我認為這次F22直接擊落 這樣的一個中國的間諜氣球 其實背後 其實就是一個未來 美國要如何來 應對中國威脅的一個 這個等於說 縮影跟一個減版的一個發展 就是說未來華府不管你 對中的政策是要軟弱 或者是要強硬 你都必須在美國的民意壓力之下 可能全面到最後 甚至不惜動用武力來擊潰中國 好 我們稍後回來